我們這學期的課程 反正延續上個學期 其實基本上我剛剛提過了 不外乎就是了解函數 不外乎就是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需要用EBA 這個可能比較困難 那我想其實困難就是有專業價值 所以以後你們遇到 只要別人認為是困難 你就要想說別人都不會我會的話 那就是我的價值 但是你又有必要把它學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你就把它學會 那這個就是你將來履歷表上面的亮點跟籌碼 因為別人不會我會 那相對的我就會是在那個談薪水的部分 就是有我可以談的空間 那其他的話就是透過那個像CHARGPT 其實CHARGPT就是AI部分 所以如果假設有些東西不會的話 大概幾個途徑 不外乎以前用Google 你可以搜尋一下 那不外乎的話你就用CHARGPT 就是用AI去生成答案 如果不會的話 你可以把公式問CHARGPT說 有個公式我不會哦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公式產生 或者說請問一下 我應該用哪個函數 會是比較好的 他會告訴你 那當然我是覺得你們要學習的 就是如何問他問題 因為很多人我發現不太會問問題 因為他得到你們得到的答案都不太對 表示說你不太會跟他活動 所以你需要跟他相處 因為像即便朋友好了 你不可能一下跟他很熟 那你要怎麼跟他很熟 但是再來你需要時間 另外的話我建議除了CHARGPT之外 你可以用Google Google有個新的叫Germany Germany也是類似像CHARGPT 我還蠻推薦的 因為我自己試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不會比CHARGPT弱 它那個關鍵字就是Germany 這個是Google新推出來的一個AI Google本來它的名稱叫做Google Bar 但是它現在改一個名稱 叫Google的Germany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有人在比較 Germany VS CHARGPT 你可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不同 你把它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會第一個就是Germany 那你把它打開 Germany在相關的維基百科這邊也有 它會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它主要當然會定位於 CHARGPT4做抗衡的一個產品 那什麼時候面試 什麼時候推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12月6號 所以它其實大概距離現在 就差不多三個一個月 兩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還沒有三個月 OK 所以這個東西還滿新的 那它其實用法還滿接近 只要你登錄Google帳號之後 那你就把問題丟到這邊來 它就會 當然你要哪一些 它說更新過 那它說要什麼幫忙的 你要幫哪些忙 你可以選擇 然後直接把問題丟在這邊 然後按送出 其實跟CHARGPT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太大不一樣 只是我自己覺得 好像有些問題的答案 它好像又比CHARGPT更厲害一些些 你們可以不妨比較看看 那我們這個課程 我是希望有一個 如果你要得到比較高的分數的話 我好像在上學期 有特別跟各位講 如果你在報告裡面 有多講到有關 當你應用AI的這部分的心得的話 是會斟酌加分的 同樣的 我還滿強烈建議 你可以多應用AI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個就是亮點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很重要 只是說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很會用 但是如果不見得很會用的狀況 這樣你很會用的話 那這個就是你的籌碼 就是你的亮點 OK 所以你們可以多嘗試看看 也許像剛剛那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問他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說 請大家幫我下載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裡面我有個問題 就是叫做選客資料 你把它下載 按右鍵下載 或者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打開之後的話 那這邊的話就有兩個欄位的資料 第一個欄位是編號 第二個欄位是班旗 那我希望呢 幫我把系的部分獨立出來 所以我可能會需要一個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的話叫做系鎖 也許這邊多一個欄位 叫做系鎖 輸入卡我改一下 因為我的習慣輸入卡是用以添的 這邊的話打一個系鎖 然後把這個格式刷一下 刷到這邊 系鎖 多一個欄位 OK 然後呢 我的需求是把教育系這三個字搬到這邊 有點心腐細胖的這邊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大概觀察一下 基本上都三個字啦 不過底下好像有這個有六個字的 這邊有四個字的 所以理論上 如果假設我要抓前三個字 理論上不行 那當然第一個啊 你可能會想到什麼函數呢 如果抓前三個字 你也可以用Labs Labs這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文字類函數 然後再到Labs 按確定 那當然你 Test就文字 這個文字要抓三個字 那你三個字會 前面幾個 啊 向下填滿就點兩下 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幾個都OK 可是到這邊就不行了 它變成什麼 車能學 怎麼辦 不對 還有這個 校記台大 校記台 大不見了 那怎麼辦 你說老師我有個方法 我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改一下 這個Labs的六就好 這邊怎麼樣 Labs的四 有沒有 這樣可以 但問題哦 這個只能治標 不能治標 如果未來資料又更改的話 那你不能每天在那邊改公式就好了 所以不推薦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我是希望說 能夠用Labs的函數 再加另外一個函數 它其實是可以告訴我 什麼 所以你找一個規則 也就是說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那個系索的名稱 它是幾個字的話 其實好像以這個資料的格式來看 它們都有固定的規則 什麼規則呢 就是在系索的尾巴呢 會有一個什麼呢 錢瓜糊 所以呢 我們其實只要用一個方法 找到錢瓜糊的位置 再往前推一個字 那不就知道說 到底幾個字了嗎 所以哦 如果我想要用這個邏輯 得到 這個第幾個字的答案的話 那其實我們第一個啦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情報號複製一下 Ctrl C 第二的話 你可以在D儲存格這個地方 插入有一個函數 哪個函數呢 一樣文字類 那我要的是尋找它的位置 尋找 所以特別的插入裡面的話 找到一個函數 尋找的話 其實你用猜的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尋找 哪個有尋找 有沒有看到 fine 這個好像我們上學人問過 對不對 然後按確定 然後呢 fine這個函數的話 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話 你要找什麼 找什麼文字 fine test 那我要找的就是錢瓜糊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這個錢瓜糊的東西 貼到這邊幫你 那貼上之後 你移開 因為是文字 所以前後它會自動幫你加 前後雙引號 如果沒幫你加 你就自己加一下 OK 第一個 我要找錢瓜糊 在這一串文字裡面的 第幾個字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 fine就是在哪一個文字裡面 在這個文字裡面 所以你就選 B2這個文字給他 所以他會把B2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字 帶到這邊來 然後他就幫你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東西 於是乎他又一個個字幫你找 1、2、3、4 有沒有 所以他得到的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4 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其實函數就是幫你找出答案的一個 一個算解決的方法 OK fine這個解決方法就是幫你找文字的位置 OK 但是前提就是你必須要給他他需要的資料 他會給你結果 OK 4、按確定 不過你說老師 那這個4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每個都是4 不過問題是我們這三個字怎麼辦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簡易比較好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那都是位置 那底下的話應該是6跟4 沒錯 所以其實 聰明的辦法就是 你可以再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labs的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有沒有 這邊不是 number chars是字元 然後number是數量 你要幾個字 那其實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邊 哪比較好 有沒有 fine 所以這個得到的就是 剛剛要幾個字的訊息 然後labs真的是切出 那幾個字 按確定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看到 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那這個應該就會正確 這個跟這個 就不會像需要剛剛一樣 還要自己去修改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步驟 第一個的話 我再用labs 當然你也可以先做這個fine 再把那個fine的公式 直接貼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